看我这身芭蕾舞练功夫 应该就知道我要去跳舞 虽然我的常年舞伴多哥就是我老公不在 但是我这里有一个朋友 是在纽约的时候也是在跳舞的一个专业舞者 然后他也搬到新加坡来叫妮可 OK 今天我们就要去练舞了 哈喽 我们现在在练舞室了 这是我今天的partner Niko 你好吗 是不是大赛克 谢谢 漂亮 人家才是一个大王 I'm telling you how popular you are Singfania brand 西班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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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这是看似很简单很无聊的动作 但是基本功都是最重要的 就像弹琴要先弹音节 两个人现在还在找身体的感觉 还有互相的默契 因为其实我们是第一次开始一起跳嘛 现在我们才真的开始做出来的 例如龍 连镜 我们需要的时间 而且我们是第一次开始活动 有还可以 并且活动 Poland 准备 有还可以 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才真的开始了 两个人的身体需要用自己的重量去感受彼此 这个是很巧妙的一个过程 很多人现在看拉丁舞好像都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狂舞 其实它的核心和重点真的就是两人之间的一个默契 还有一个互动 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以带动另外一个人做你想他做的事情 跳舞是不是很容易就变成了情侣 是的 因为你身体上有了默契 这个情感上喜欢那是必然的 不过这个往往是一个过程 越有经验的舞者当然就越能够把控 怎么把舞蹈上的欣赏和来电归类为仅此而已 就像拉丁舞看似很性感 但是我们跳着的人都很麻木 我们现在是在排舞编一段 所以一直是体温还在试验 大家可能很疑问为什么妮可夸我的腿 因为在拉丁舞的审美里面呢 喜欢有点肉有曲线我们所谓的香蕉腿 不喜欢太瘦太直的 因为最今天不过这个会论的 但是人头真的有了 我来了 你就是自然的 我来了 你对你对我说 我来了 你为我感觉 这个时候 我感觉 不过这个话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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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